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X 现在唯一能帮我们的 只有陈睥了 陈哥 就是这本书 老九说以前 拿走了这本书 陈老师 你真的能帮我们吗 不知道 但是我现在帮不了你们 我手头的信息太少了 甭老九 为什么要拿这本书 有一件事 我觉得很奇怪 昨天晚上 老二和寿侯都开始打呼噜了 我也撑不下去了 最后只剩下老九 还在那儿继续看 中途我半睡半醒的时候 听到他一个人 在那儿非常阴纷地笑一声 但当时我没在意 睡过去了 按照这本书的规则 他是看了书以后才出事的 那 是他发现了什么 逼得他不得不跳楼 这到底怎么回事 就这么莫名其妙都被扯进来了 这和我们根本没关系 对吧 少侯 大家先别急 说真的我也很无辜 我根本不知道这本书 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地出现 你们冤枉 我也很冤枉 而且老九的书不单纯 你们想想 我前面说的很多事 虽然或多或少地跟现实联系上了 但是好歹不会威胁到我们的安全 可是老九 他到底做了什么 居然 你记不记得 你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有什么古怪的地方 我指的是书 这本书 是一本旧书 最后一页是被撕掉的 而且 它还有一个很奇怪的血指纹 只要翻书就会碰到 就是这个 如果能够知道 这个指纹是谁的就好办了 或许 它能给我们一些有用的线索 等等 你们看 书页上 好像有东西 5P3CI 3436 368742 这 这是我姐姐的字迹 没错 这是她写上去的 这啥意思 密码 我回去查一下这串密码 有消息就通知你们 我建议 你们最好不要再看这本书 如果真的要看下去 也一定要整理出它的脉络 尽量想办法 把现实生活中 可能发生的事情 带入进去 防火于贵人 那个 陈老师 你的姐姐 不是有很多手闸和日记吗 能不能让我们看看 就只要给我们看 关于这本书的就可以了 没了 姐姐失踪那天 把手闸也带走了 日记我下次带来 不过那里面的消息不多 他只是偶尔在日记里提起而已 那 就这样 我先走了 你们等我消息 喂 是 什么 老 老九死了 妈的 现在 我们没有退路了 如果不想死 就得先搞清楚 老九到底为什么会死 他看的比我们多 但是我怕 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 就会发生跟老九同样的事情 到那个时候 那 那我们还看不看呀 不看 是不是就不会 不可能 老实说 你们心里面 有没有一种 想要探求这本书 记下来内容的冲动 就像是一颗会发芽的种子 而且 这本书能够自动消失 又自动出现 你们觉得还有什么他做不到的 骂他 草的总的 我就不信了 老二 绍猴 咱们就看吧 说不定 下面会有提示呢 看吧 那我们就一起看下去吧 这样别人太难受了 什么人 出来 是猴子 我还以为是鬼子呢 幸亏捡了吧 步枪 可吓死我了 得了 今天就是他吧 据说猴脑 很好吃的 这猴子好歹也算是中国猴子 而且 还挺有灵性的 听见你要吃的 还吃到害怕 咱放了他吧 等会儿 我去抓野兔 那咱们快走吧 这里我觉得 好心有些不对劲 你说 这村子有问题 你没发现吗 这村子里 死的都是女人 居然见不到 一具男人的尸体 那男人都去哪了 眼睁睁看 自己的女人被杀 别说了 这年头病荒马乱的 啥怪事都不稀奇 总之这里太幸福了 咱们还是赶紧走吧 这猴子 怎么老是跟着我们呀 这猴子有灵气 随他吧 但是 怎么总感觉他 好像躲着阳光呢 这猴子的吃香 跟翠羊还真香 你笑什么呀 吃你的烤鱼 不就是和这猴子 打成一片吗 不早了 咱们继续赶路吧 现在应该不会碰到鬼子 你说的那个地方 到底在哪儿啊 不远了 我看你是有学问的 我问你一件事 你 你相信这个世界上 有鬼吗 我相信这个世界 是有因果报应的 报应 什么是报应 谁人都说我们当贼 不得好死 说我们缺德 但是你以为 我们生来就想当绝目的 你们当官的 不知道咱们这种人的活法 贵子来了之后 咱们的日子 根本没法过 只要跟着大伙一起逃 在逃难的路上 碰 碰到哪 不好 日落有毒 可 都是普通的际语啊 太奇怪了 这猴子的死状 怎么那么像被 被尸毒给毒死的 这烤鱼我们都吃了 也没事啊 李絮 你说 这会不会 和这村子里没男是有关系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觉得 有可能有联系 你看着我干嘛 不过说真的 这猴子 死得太邪了 而且我敢肯定 他一定是中尸毒而死的 不过 尸毒一般都是那些 死尸怨念 极重的老尸 新鲜的尸体没法击聚 那么厉害的毒 尸毒 干燥没有变死了 那就不是中毒 我看看他的胃 看他还吃过什么 鬼 要鬼呀 不 不是 也许 是他大脑还没有完全死透 所以才出现这样的条件反射 你别怕 这猴子吃过人肉 这不奇怪 这里只有女人的尸体 他饿得不行 自然会吃尸体 走吧 可能是我们都虑了 猴子就扔河里吧 鱼 鱼 怎么了 西鱼 这些鱼 歇了 他们吃尸体 喂 你没事吧 到底怎么了 这 这西鱼 歇了 这西鱼 太恶心了 原来 怎么会 和你全是尸体 到底谁那么缺德 缺德 灵雪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村子里 没有男人吗 即使 这个村子的男人女人都死了 没有一个人活着 这个真正的鬼村 鬼村 你的意思是 其实男人的尸体在何里 这些鱼吃男人的尸体 女人死后化媚 媚为阴鬼 活在水里 这些鱼 其实都是那些女人的冤魂 男人死后 月气化痴 也就是杨鬼 就是刚才那些猴子 男人的魂魄 依附在猴子的身上 类似一种傀儡 这些猴子 拥有那些死人的记忆 和思考能力 所以才会一直跟着我们 这个村子 已经被人动过手脚了 男人的尸体沉入河中 成为女人魂魄的耳石 女人的尸体挡在村里 成为男人魂魄的食物 这其实是一种邪术 这种邪术的目的 就是让阴性能够得到激发 就算是普通的尸体放在这里 一分钟不用 就可以驾失 这里已经被人设计成了寄院地 什么意思 不好 快逃 那个东西又来了 我没办法继续等下去了 小时候我已经看了三分之二 太多的内容和谜题 让我觉得困惑 我很害怕 我现在是个疯子 我分不清现实和虚幻 我被困住了 两个幽灵同时向我伸出了手 我该伸向哪一方 我不能再等了 我是七人之一 其他六人还在等我 即使死了 也会有接替者 我得去拿那间信物 找到他 不能去 去了就回不来了 他是属于你的 有了他 就有了解开一切女团的药 不行 去找吧 去找吧 别犹豫了 别犹豫了 你叫我们来 是想让我们看这个的吗 这就是你姐姐的日记 也是她留给我唯一的许记 陈哥 你掺和这件事 只因为你姐姐的缘故 说真的 我也觉得这么一件匪夷所思 而且危险的事情 一般人不会掺和进来 你们以为我是另有目的 我不是认为 我是肯定 我真是越来越 喜欢你这小子 你真的很像我姐姐 你和我姐姐一样 喜欢用一些套来试探人 你想要试探我 到底有没有什么事情 瞒着你们 你不信任我 所以 您需要我被迫地坦白 果然是陈哥 其实 我真的觉得有些奇怪 你怎么会这么关心这件事 你知道的 肯定不是这些吧 你就告诉我们吧 我们心里都没底啊 密码 我解开了 陈哥 你确定 5P 3C 也就是五排 三层 二 三 四 三 六 四脚编码 这是一本书的位置 难道是 周觉打工的图书馆里的一本书 那我们明天就找找那本书 不需要 齐里马扎罗 就是I3436指向的书 也许你们不相信 但是我的确能记住很多东西 这也是我不得不每天服用安眠药 和定期针灸才能入睡的原因 我的记忆能力是你们的六十倍左右 我姐姐是五年前失踪的 所以我能够说出五年前 面前图书馆所有书的排序 这 那 最后的那个 368742 我姐姐不会把事物复杂化 所以按最直接的方法想 这就是齐里马扎罗这本书 第三个字 第六个字 第八个字 连起来就是 七人约 生死会 啥意思 还有几个人看过这个小说 如果你是女的 也许我会爱上你 没错 至少每一次都会有七个人看过这本书 孙我姐姐 你 胖三 瘦猴 刚死掉的老九 还有两个我们不知道的人 也就是说 我们是书里那所谓的欺人 欺人环 不对啊 小说里说了 如果人死了 他必须要由下一个人接手 感觉和尽力棒似的 那么老九挂了 谁来接手 查 你们有这个勇气去查吗 查 没错 去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到底是有鬼 还是有人装神弄鬼 这本书的来历 还有另外的神秘图程 老九挂 可不得了 怎么办 我还不得了 我还不得了 麻烦 我不是 我还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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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得了 你还不得了 走吧 快开门哪 还等啥 喂 你 你昨天晚上 把门关上了没有 你们三个那是什么表情啊 一个学期不见 见到我就像见到鬼一样 你 你 你们也真是可以的 我不是说的吗 会晚一个月来报到 咋了 看 我这次去新冠 鬼啊 喂 你们三个干嘛呢 你们三个那是什么表情啊 一个学期不见 千都不就像这边怪了 不要怪了 啊 我已经一个月了 我不是打中 搬到你哪个地方跟你说过吗 我跟你说 我不知道 放 放开我 放开我 去后面 不要酒 不要酒 老二 怎么样 要不要 叫医生来看看 喝点水 不用了 老九 怎么活了 如果我告诉你 他本来就没有死 你会怎么想 啥意思 也就是说 之前跟你们待了一个月的那个 才是假的 可是那个 究竟是什么东西 你没事吧 没事 可是 这个老九说 开学前 我在图书馆接过他的电话 可是 我没有啊 你们干嘛都这么看着我 刚才咋了 还没说两句话 撒腿就跑 老二居然还晕倒了 出啥事了 不说拉倒 老九 你别走啊 这是 你先给我回来 老九 你又不知道咱们这里到底出了啥事 你就那么生闷气啊 瞧你这倔脾气 你是不知道 这一个月 那绝对不是人过的日子 什么 你说我跳楼了 几篇故事呢 准备写小说 这个 真是太邪门了 据说的确是有人跳楼 不过那是五楼的一哥们 考验失败 想不开走绝路了 我真的一个月没来 你们如果有怀疑 可以去新疆打听 我这里还有车票的存根 但是我们当时都看到了 陈老师 你是不是也看到了 不 我并没有看见那个老九的尸体 那个时候 我只知道有一个人自杀了 但我 并没有亲眼看见 我 我看 你们还是不要多想的比较好 那小说就让他去吧 你们这样下去 但是 如果你才是跟我们认识一年的老九 那么那个死掉的怎么说 这次十一放假 我们会有七天的时间不在一起 守候 尤其是你 一定要注意安全 回家后 一定要和我们保持联系 好的 我会的 再见 大哥 你这是去哪里啊 嗯 去南京 这车不是去辽宁的吗 也许是去什么站倒车吧 你要去哪里啊 哦 辽宁啊 这列车的终点站就是了 嗯 嗯 这列车的终点站啊 是南京 嗯 这辆车是去辽宁的 你做错了吧 要不 你现在问问列车员 或许还可以换票 你知道南京一起安徽 多岭多山吗 不知道 哼 老人都爱去哪里 为什么 因为 那里的棺材很出名 你怎么知道 因为 因为 我就是专门卖棺材的 神经病 真是灰心 外面都这么黑了 怎么窗外那两个亮点 一直不动呢 终点站 南京 到了 请你哥们 从棺材中出来 不要一冷物品 哼哼 你 他已经不是人了 故事 还没结束呢 这 这车厢 怎么变成了个大棺材了 千里客人 从棺材中突然疼 我 我 我不要待在这里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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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糟了 圣猴 圣猴你怎么了 到家了吗 讨个屁家 我根本没出上海 我怎么没受伤啊 同学 你怎么从车上跳 这车怎么停啊 同学 这里是哪儿 上海南站 同学 上海 你该不会是想要分火车吧 我居然没回去 你站在哪里 出事点身分证可以吗 但是 但是我在车上都过了一天了呀 对了 现在的时间 大哥 请问现在是几月几号 几点 十月二号 凌晨一点 这孩子 不少智障吧 原来我一整天 都在这里根本没有开的车子里耗着 大哥 你替我看看这车票对吗 你这趟车 五年前就没了 这车 五年前发生过一次事故 翻车了 死了很多人 貌似是去南京的 这间车厢 现在已经报废了 怎么会你 紫虹 你先到病房室去吧 你先到学校宿舍去吧 紫虹 紫虹 宿舍里那个老酒肯定不对劲 我不去 这会儿都夜里一点半了 不然我给陈昊打个电话 你先到他家去 你们等着我 我溜出来 你没事带着黑猫来干什么 别说了 我妈也不知道从哪儿捡来的 宝贝的要命 而且我爷爷说 这世之玄猫 是辟邪之物 我这出门的时候 他非要跟过来 我也没办法呀 陈哥 我错了又行吗 别打我脑袋呀 陈哥 别气了 咱们还是说正经事吧 都坐吧 陈哥 刚才你在电话里说 有事情要告诉我们 是什么事 书在我这里 什么 自从解除你姐姐留下的密码后 书就不见了呀 没错 他没有放过我 就在前几天 我收到了一件 从南京发来的快递 快递单上没有署名 只有一个手机号码 打过去是空号 我打开包裹 发现里面就是这本亲人环 我本来想 我本来想马上通知你们 不过 跟你们一样 我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欲望 还是看了 你 都一样了 现在 你也是欺人之一了 如果我成了 如果我成了欺人之一 那么我姐姐的话 就成了真言 她可能已经不在了 陈如兰最后的日记说 如果她死了 陈昊将是她的代替者 那我呢 我又是谁的代替者呢 那么现在可以肯定 在我们之前 还有过一批人 他们 是前一任的欺人环 对吗 我姐姐是上一批的欺人 他们很可能 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而我们是新的一批 我想 我们现在 已经踏着他们的足迹 被某种不知名的力量 牵引着 和五年前一样被动 我 周觉 胖三 陈哥 以及老九 还有两个不知名的人 如果凑齐七个人 事情会怎么样呢 其他先不论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我们必须要和前人有所不同 否则 完全按照前一批人的方法来 最后的结果 只是重复一次而已 只有彻底的打破规律 才能抓住陷阱 对 所以 我们不但要知道 前一批七人的死因 还必须要搞清楚 这本书的来历 以及方知怪事在发生 至于另外的两个人 也许他们还没看这本书 也许已经看了 把那只畜生 给我锁进厕所 居然跑到我姐姐的房间来了 陈哥 你看这是什么 是一张邮递评据 但是上面邮寄的地址 已经糊了 这里还有几张没烧毁的残片 像是 一张照片 还有几张 像是 记事本上撕下来的纸 你姐姐为什么要把这些碎片 放进花瓶里 如果要毁掉 干脆毁得干净 不是更好吗 这几张记事本撕下来的纸 暂时没什么线索 我们先看看这张照片 烧得只剩三分之一了 能看出什么 这柜台是 这是博物馆的 你们看 边上还有博物馆的固定指示牌 南朝的文物 祭祀王者时用的礼器 先把这些线索记录下来 我们回头继续研究 这只猫 真的是玄猫 你管好它 让它离我远点 好 这个 是寄来秦人环的快递单 跟那张有地平据的字迹很类似 而且如果猜得没错 都是南京发来的 虽然线索太少 但是好过没有 我们可以从南京和那间图书馆 这两头查起 我觉得 这些没有被烧掉的线索 很可能是你姐姐留归我们的最后信息 有几个问题 你们忽略了 什么问题 第一 这本书并不是非常的厚 按照一个人的正常能力来说 几乎可以在一天内看完 但是从你得到这本书到现在 我们却连三分之一都没有看完 有一种力量 促使我们断断续续地阅读 这是为什么 你们有没有想过 嗯 的确 我们总是在断断续续地看这本小说 每一次 好像都有一种莫名的力量 阻止我们一次性地看完整篇小说 而且我们中 没有一个人想到 翻到最后一页去看故事的结尾 也许 是我们害怕故事中的场景 会在无法预料之下 产生变化 没错 也许是这本书 自己主导着看书者的进度和节奏 第二点 那个死去的冯老九 他看到了哪里 是不是已经把小说都看完了 他为什么会死 也许 他会是一个突破狗 我们不能一味地选择逃避 这个不好说啊 现在他完全没有任何时常表现 比我们要正常一百倍啊 不 他其实一开始就不正常 什么 他在撒谎 他说他去了新疆一个月 也就是说 他夏天的时候还在新疆 但是他的皮肤却非常的白 要知道 即使涂上最好的防晒霜 也不可能那么白 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 他根本没有去过新疆 这 除了老九 还有一笔 也是最让人没办法理解的一笔 就是七人环这本书 是通过什么来寻找七人的 这几个人 是随便挑选的 还是指定的 这本书 一直留在图书馆 是不是意味着 图书馆里 可能有某种因素 在保护着他 我们可以去问问顾老 如果有事情的话 他肯定知道 嗯 社侯 明天把胖三叫来 既然有这么多疑问 那我们就好好研究 看这本书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一次 我们尝试不要停顿 一直看下去 看能够看到什么程度 这次 我建议大家一起看 我们保持同样的进度 谁都不要多感 这样可以安全一点 嗯 大家都休息一下吧 也许明天 又是一场硬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红丝枝鞋 一路开出花 江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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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梦 金树 都交叉 黑似人心 云照花 书中 不解的 细梦 他们在 争想 堕落芽 被命令埋入芳山 缓缓相控 梦魇的燎芽 舞火烈舞 贪婪依靠摇山 无法逃脱 不如 享受吧 在剧痛中 却放弃 无谓的挣扎 缓缓相后 隔骨的轻摇 那不再是 最舍命的凶杀 不怕猜疼 就投入去吧 起一杯花 再折去 只能生死 有他 白衣丝冬 时雪 凉如尘霞 拨开看 金属泥蛙 灰丝黄 欢天 试破硝天 最壮烈的花 任心玲珑 爬满吧 魂如楼依 却无暇 千针往事安涯 葬送在 下个中下 华桑 环缓相后 明远的泥妆 就连个缺房 划过谁人 过意淡纯连家 有此君可桑 其逃不过 不如 享受吧 在烈火中断烧着 你也牵放下 缓缓伤口 现实全清潮 世界颠倒 夕阳变作悲伤 只能相信 你自己对抗 要随紧过去幻伤 期待不久 你牵放 在烈火中断烈 在烈火中断烈 在烈火中断烈